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许愿是我大学的同学,他和我在一个大学里面读书 然后他现在应该还是在读的PAD学生,本科是在大名鼎鼎的 大名鼎鼎的系大,然后他学院里学的是物理学,比如说像你物理学大概学的是什么方向 本科基本上就是general,就是物理系,就是物理学院 有应用物理方向,然后那个理论物理方向,然后还有那个一般物理 然后还有一些大器呀,然后天文呀,因为在美国这边的话不太一样 美国这边他们大器相关的专业在环境工程院系下 然后那个应用物理和物理都会在物理系 然后理论物理也会在物理系 然后天文的话会在会在天文系,就是美国这边会有会有天文系 然后还会有这种Aerospace Engineering这种更Engineering系 但是就是在北大的话他们是这些都在一起都都在 然后然后在在UMI这边就不是就不完全是物理 然后就是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呃家的lab就是做光学有关系的 我那会就是有本科的时候做research是吗 对本科的时候有一些本科生科研的research 你们本科生科研是那种就是人人都会去做还是就是比较少的 然后对真几乎人人都会去做几乎人人都会去做 就是我们那会儿其实气氛还挺好的搭着就可以去了 我也好奇就是比如说那里就是学物理系 你在在北大的那个物理学院这么多专业或这么多方向 比如说你因为你后来做了比方光学这块 你当时本科的时候有没有去专门选这些课 还是你先选这些课 然后再去进这个lab还是进了这个lab再去选这些课 也也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哪个课好玩就去上什么课 哪个课好上的课 i see i see i see 上当时上了什么呃什么现代光学的基础 就是复利业光学这些东西嗯等等等等 就是什么课好玩上啥 嗯我觉得怎么说呢 有好处有坏处呗对 就是你上的上的开心就好 然后坏处就是你可能呃之后会想要补课是对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在在做瑞瑟时候就觉得我本科学半导体学太少了 是吗 学那个呃固体物理和半导体学太少了 我现在现在研究跟他相关的态度了 i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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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当当年申请的时候就是找老师的时候你是因为你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要做的方向找老师 还是嗯对申请我也非常迷惑又是一个我非常迷惑的我当时想的是做当时是物理系和和那个呃 X都都生了嗯我当时应该是三遍吧 物理生物理系材料系和和和和意义 然后就是呃现在的半导体的基础吧都是在在都是基于在硅或者是或者是或者是那种报告就是三个材料上面去去找 然后是或者是在上面浸润啊浸润里面然后就是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出比如四甲可以在里面掺三甲也可以掺五甲这样的话 他里面的主主要的变流载体叫载流子就是一种是电子用空学就是一种正在正面用在负点嗯 我就是在这个场面就可以 对 i see 中文叫表征特性表征 i see 了解 了解 ok 感觉你对学物理很passion 有吗有啊感觉你聊很多啊就是专业上的东西聊的侃侃而言就是那种 非常有有有想法有感觉 也那你觉得就是学物理或者做同学别的学和相比他给你带来什么就是有什么改变吗 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怀疑的 有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比如说某件事情我们不该做或者是我们嗯应该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或者是什么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我通常我在有的时候就会就会回想到这这种这种情景然后就会去假设 这是真的吗 嗯 我们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 嗯 会思考这种事情 怀疑或者批判的态度啊就是怎么说呢工程技术和自然界都是讲道理的 对我也觉得有种就是那种就不知道你发现有一个结论或者说人们认为那种观念之后你会想他为什么会产生观念和结论 然后就后来又会意识到这种观念他可能 别人有是因为他听了别人说的他就莫守成规大家就这么follow了他可能最原始的那个原因就是 现在可能也不成立了之类的你有没有那种就是swoosh的感觉就是有个开关 就是你在做开始比如说你来做research的时候或者做想物理的时候开关就打开然后你开进行某种模式然后然后我我非常希望是这个样子但是但是但是我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switch I hope for him 因为就是在于你就比如说一个pud学生他在他毕业之后想做什么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想的或者说怎么想的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并不完全是和phd学生想要做什么有关系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大概从去年的时候就在想说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我的idea是这样的我是一个practitioner 我是一个experimentalistyou never know until you try it 大家大家跟你说啥都是都是盲人摸像小马过河 嗯所以basically我现在找工作的idea就是去去试 well就是去想想说我我可能对这个有兴趣那我就去试试我可能对那个有兴趣我就去试试如果说我我在这边练完之后觉得好像我对于这个不感兴我我听听了之后我没有觉得非常excited ok那就算了你找工作的时候国内和国外这种考虑是怎么样子的我其实人觉得国内和国外中国和美国各自有各自的好处 也各自有各自需要处理的问题嗯我和小果讨论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不然我们也不会反反复复先说我们要回去然后就说是是是对对对是吧对对对就是呃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们想说要回去的原因是呃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要摆不定的就是我和我对于事情的处理的philosophy通常是有啥事处理啥 嗯想到的在中国我不喜欢的问题就是言论就是说不是说你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啊就是他们言论太一致了在一致之外 然后再比如说最近什么俄罗斯大夫看那个有这么一个机构在管你说你们必须得得跟着这个走不是这样的而是而是大量的大量的over presented的呃 voice嗯去淹没其他的意见嗯这种问题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在国内的事情就是家庭家庭和家庭的界限非常的模糊 就是爹妈会参考你的事别人同事会参考你的事是是是是然后朋友会参考你的事会会会给你出主意 除了你自己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个过程 对我记得特别搞笑的是那个我们我们买了一个英国人写的好玩的书叫做man versus baby 我没怎么看但是那科我没怎么看的我看了一些但是很好玩 他是一个英国人讲他他他养小孩的事然后用有有各种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比如说他他有这么一句他里面说这么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嗯嗯 opinion is like an asshole everyone has one and they want to speak it to you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我们后来又和一些美国人在在接触他的男朋友或者他未婚夫 嗯当那天在我们这吃饭的时候突然就收到一个他and可能是嗯姑妈姨妈这种给他发来发来的短信说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呀 然后他他就一脸黑线然后就是他然后他跟我们大道苦水说这个想到安排婚礼就很麻烦家里有很多星期特别的多 所以在美国的好处真的就是家人不在家人不在你可以清凉的然后在美国这边的坏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是政治风险嗯嗯就是毕竟黄种人不是美国文化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家人不在身边那于是可能嗯在之后某时候你就需要做个决定是回去 还是把他们接过来他们说你不愿意过来那那不是不愿意过来你怎么处理他跟我说过来工作后来过来在哪他很有concent就是说中美关系他说现在中美关系不好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美国美国美国和中国一样都太大嗯嗯然后就像中国是一个 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呃国家地域差距非常大的国家一样嗯美国各个地域然后差距也非常大嗯然后中美关系是一个更宏观的事情他们更更多代表的是一个嗯政府意志嗯以及嗯一定程度上的民意中美关系 嗯一个程度上其实就是说反映了一个呃美国民众在在对于呃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的冲击或者是中国文化冲击的反应 嗯嗯嗯就是一个现实安全团除了枪之外就是一个被你可能你会面临说被一部分人讨厌仇恨嗯就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算是说你被别人讨厌被别人仇恨美国也总会有亚洲群体有中国群体在这就是这种 我不能说没影响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我们我我们可以可以想办法让他对我们影响有限我觉得在美国有空间做选择然后 实际上更也有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这个选择的范围会不会会不会和你在美国的身份呃和这个移民身份有冲突 这是一个很烦很烦人的那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真正烦人的不是真的不是中美关系而是说 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是是移民移民身份会限制你你会不会会不会被迫去一个对你对你不友好的地方然后他才会你在那个地方才能工作 就是说在美国其实可能有些地方这种关系或者说种族比较严重的有些地方他比较 就是原本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去那些地方但可能用生物问题你不得不去去另外一些理论 主要问题在于说 觉得我在和国内接触过程中感觉就是他们会 就所有人都可以对你的生活之后还讲 在也被带入到工作中 嗯你如果说顶头上司能够能够尊重你的私人生活 那其实在中国也可以 嗯 我自己还以前想过那种小宝寡民到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 呆着 嗯 有些新西兰什么之类的 对我我还我我我跟小宝也说过说 嗯我觉得我在以后退休之后我想要弄一个邻间小屋 过隐居生活 对吧你说一下我们俩共同的故乡安拉宝就是给说说对他的感受啊 然后看法也知道这个地方你在这边毕竟咱俩都在这个地方待了很长时间快十年 我在念赛他们的时候有那么两个人是在加州的呃那个赛特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来过安拉宝出差 然后觉得哇安拉宝好小啊安拉宝特别小啊 然后从一头开到另一头十分钟这边是一个夏天非常宜居的地方嗯冬天雪非常大呃 嗯他们说哇安拉宝只有一个 you miss 没错安拉宝真的只有一个是一半的地盘都是因为密室的就是因为只是主要是这样一个学校 大家都通常都和这个学校互动喝茶有点联系 所以所以就是呃你如果碰到陌生人很有可能就是就是你校友对对然后大家对校友也非常友善 还一声勾住生活成本安拉宝在在小城市里面算非常高的安拉宝的这个房价和生活水平其实接近于一个呃中型的城市 最后呢我们会问你三个问题你可以从中选一个来回答 这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格言诗句画作电影书籍最能代表你或引起你的共鸣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最近喜欢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呃最近的一些时间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你怎么去面对他的 选择呃那个怎么度过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我一直都会选择去去看各种有的没的自己觉得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来度过自己的时间 不用不用说我之前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这个键盘是一个例子 然后会去对会去看会去看怎么会去看焊接怎么怎么去去焊电路 你去买了去那和还有关系 焊接枪买了焊接那个枪去自己焊电焊枪的电焊枪电焊枪啊电烙铁 然后呃之前会去看 会去看 会去看 什么 就是嗯 operating operating system 啊 看着玩 I see 然后会看那个 嗯 cpp com c++语言的conference ok i see i see 他和他会讲好多有意思的话 是是是是 well 我我我我不能说大家都应该这样因为这很浪费时间但是但是他会给我但是他会给我带来乐趣 make a life 然后 make yourself 点赞关注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